大家好,我是刘亦 蒜香排骨是一道经典的粤菜 很多朋友都喜欢吃 但是在家怎么也做不出饭店的味道 其实要想做好也有小技巧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蒜香排骨的家常做法 色泽黄亮,蒜香浓郁 外酥里嫩,老少皆宜,下酒又下饭 做法简单又节地气 你一定能够学会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首先准备二斤左右的纯排 剁成这样的长段 最好是带些脆骨 吃着越嚼越香 接着准备五克左右的食用碱粉 食用碱粉不仅能够软化肉质 而且还可以去除排骨的一些新气味 倒入少许的温水先活化 再倒入排骨中 用手慢慢地翻拌均匀 稍微多翻拌几下 这一步大概需要一分半钟左右 翻拌至排骨表面起年 接着倒入没过排骨的温水 用手搅动几下 先浸泡20分钟 接下来准备调料 蒜香排骨 蒜的量一定要多一些 这样香味才浓郁 二斤的排骨放入50克的大蒜 先用刀拍破 再稍微切几下 然后装入盆中 再准备少许的蔬菜料 增香提味 让蒜香排骨的味道吃起来更浓郁 把小葱先切成段 香菜根拍破 也是切成段 少许的青椒先拍破 然后再切碎 生姜一小块也是拍破 洋葱少许切碎 胡萝卜可以稍微多一点 做出来颜色非常的好看 切成片后装入盆中 最好是放入破壁机中 打成蔬菜汁 这样效果最好 如果没有的 用刀剁碎也可以 排骨通过20分钟的浸泡 可以看一下 水已经变得非常的浑浊了 再慢慢的清洗干净 最好是清洗两遍 这样血水能够清洗得更干净一点 做出来的排骨颜色鲜亮 不会发黑 清洗至水不再浑浊 然后捞出 把水分挤干 再次放入盆中 倒入炸好的蒜蓉蔬菜汁 接下来调味 放入一勺的芝麻酱 增加香味 豆腐入一块 增香提味又上颜色 一勺的蚝油增加鲜味 两勺的生抽酱油 提味提鲜 适量的盐调底味 半勺的胡椒粉 和料酒稍微多一点 去腥增香 再放入两勺的辣椒面 增加辣味和红亮的颜色 不喜欢吃辣的朋友 就不要放 接着用手 慢慢的抓拌均匀 抓拌的时间 稍微长一点 大概两分钟左右 这样各种香味 能够很好的 渗透进肉里边 抓拌成这样的效果 再放入少许的玉米淀粉 抓拌均匀 锁住肉的鲜味和水分 让做出的蒜香排骨 口感吃着 外酥里嫩 抓拌成这样就可以了 放在保鲜柜 腌制六个小时 这样味道更好 六小时后 拿出来 这时候的排骨 已经非常的入味了 而且颜色特别的好看 接着倒入清水 清洗掉表面 多余的料渣 这样做出的蒜香排骨 好看又好吃 如果不清洗 就会导致 炸的时候容易炸糊 而且口味有些偏重 很容易掩盖肉本身的香味 清洗干净后 捞出挤干水分 接下来起锅烧水 水开后放入一个壁纸 把挤干水分的排骨 放在壁纸上边 有些朋友就直接炸了 其实是不对的 那样炸出的排骨 吃着特别的油腻 而且口感还发干 所以一定要先蒸熟后 再来炸 盖上锅盖 保持中火 蒸至40分钟 接下来准备小料 大蒜稍微多一点 先拍破 然后再剁碎 剁碎后 装入盆中 少许的青红椒和洋葱 增加香味又搭配颜色 改刀先切成细条 然后再切成小丁 红辣椒和洋葱 也是同样的方法 切成小丁 喜欢吃辣的朋友 可以放入一些小米辣 切好后装入盆中 排骨通过40分钟的蒸制 这时候已经熟了 用筷子轻轻一擦 能擦透就可以 不用蒸的太烂 当然喜欢吃更烂一点的朋友 时间就蒸长一点 全部剪出后 先放一旁 接下来开始炸制 炸蒜香排骨油温要高一点 烧至六成热 保持中火 把排骨倒入锅中 先静止十秒钟 让表面能够很好的定型 再晃动锅底 用勺子推散 让其受热均匀 炸制的时间不需要太长 保持中火炸一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时间太长 吃着口感容易偏硬 炸制锅中的水泡 越来越小 排骨都漂浮在油面 颜色黄亮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捞出 锅中留少许的油 下入蒜末 保持中小火 先炒出香味 蒜末炒的时间一定要长一点 火候切就不要太大 要不然蒜没炒出香味 就炒糊了容易发苦 翻炒大概一分钟左右 炒至蒜末微黄 这样味道才更香 接着倒入青红椒丁和洋葱 稍微翻炒几下炒出香味 再倒入10克左右的椒盐 稍微翻炒几下 非常的提味 最后再倒入炸好的排骨 快速的翻炒均匀 翻炒个五六七八下 炒出锅气炒出香味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关火出锅 装入盘中 看一下这颜色 就非常的油食欲 这个菜是一家联手店的招牌菜 基本上桌桌必点 要卖88一份 在家做成本也就20块钱 这样一道蒜香浓郁 越嚼越香的蒜香排骨就做好了 更多家常菜 请关注留意美食 感谢您的支持 喜欢的朋友记得帮忙点赞 评论转发收场 我们明天再见